2018俄罗斯世界杯正式落下帷幕 法国队赢了 以4比2击败克罗地亚队 这是他们时隔20年之后 再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恭喜高卢雄击 事实上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是太意外 克罗地亚队踢得很艰难 因为在决赛前 他们历经了三场加十赛 两场点球大战 从比赛时长来看 他们相当于比法国队多踢了一场球 首先从体力上说就不占优势 不过他们还是顽强的拼到了最后 自1991年独立之后 克罗地亚队一共5次参赛世界杯 今年闯入决赛 获得亚军已经创造了球队的历史最佳战绩 这只得自军团配得上黑马的名号 比赛结束后 大家在微博上刷起了心疼克罗地亚的话题 很多人说克罗地亚虽然没有赢球 却赢得了球迷的心 确实 这个刚独立不到30年的国家 通过本届世界杯 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在此之前 我们对克罗地亚的了解 大概只有克罗地亚狂想曲和历史书中的马可波罗 使下面这些可爱的球员们 把克罗地亚的名字刻在了世界杯的历史上 外界在形容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时 爱用的形容词分别是天赋异禀和老练坚韧 而克罗地亚的球员们完全配得上坚韧这个词队长 莫德里奇 33岁 绰号摩迪 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获得者 两立进球一个助攻 球迷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场球员 甚至舍不得在后面加上之一 莫德里奇是真正从战火中走出的足球运动员 他出生在和他同名的一个克罗地亚小镇 六岁那年 前南内战开打 他的祖父在战争中不幸运派 父母带着他逃到了波斯尼亚的较大城市扎达尔 在一座旅馆中窝居下来 一住就是七年 甚至他小时候还放过痒 当然 他的足球天分也很快被发现 但因为身材来小 他在试训专业球队的过程中并不顺利 好在莫德里奇在启蒙教练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 后来他被一家俱乐部看中 不过这时候等着他克服的 就不只是身材上的问题了 还有随时随地会响起的炮火声 他在练球时饱受战争折磨 每天三四百枚炸弹落在附近 听到警报就要跑到防空洞 就是在这样的练习环境下 莫德里奇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也从一个刚刚独立不到十年的国家 一步一步走向了黄马 走向了市井 身高一米七 气场两米吧 这句话形容莫德里奇正合适 作为各罗地亚队的队长 他在球场上超级拼 曾15次抢回球权 感受一下对战英格兰那场 他的速度和爆发力 在本届世界杯和阿根廷的比赛中 他更是完成了62角触球 42角传球 两次射门 而在防守端 莫德里奇奉献了三次拦截 三次成功的空中对抗 除了踢球的时候 气场强大 莫德里奇在为队友出头的时候也绝不退缩 虽然球场起冲突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 但至少他在关键时刻展示了什么叫队友力 莫德里奇的金球奖拿得实质名归 这个瘦弱的肩膀捍卫了400万克罗地亚人的足球梦想 总统在为他颁奖时都忍不住眼眶寒泪 然而没能拿到冠军对他来说 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不然他也不会在领奖时 全程没有一个笑容 今年可能是这个33岁老将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有传言说 他将会在大赛后退出克罗地亚国家队 对此莫德里奇是这么回应的 这支球队的未来当然是光明的 但现在来谈论哪些人 和谁一起 怎样继续 这没有意义的 得过几天 我们都需要休息 把情感都收一收 然后再看看应该怎么走 我知道马上就会有新的比赛 但最好是过一周或者十天再决定 而不是在比赛后立刻决定 我一直都很享受国家队的比赛 但可以说这届大赛比以往的都要好 每次我代表国家队时 我都感到了骄傲和喜悦 自从我成为队长后 这种骄傲和喜悦又到了新的层面 所以我同意 我确实最享受这一届大赛 每一次训练 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重大的事 在莫德里奇的带领下 克罗地亚队出了很多内幕 扛打的队员二号主力后 魏弗萨里科就是营球后 躺在自己国家国旗上 露出幸福笑容的这位 他在和俄罗斯的比赛中 左西受了伤 俱乐部也建议他不要参与之后 和英格兰的比赛 但他依然表示 如果我一只腿可以踢的话 我一定会出场比赛垃圾地棋 比赛后几乎全我的这个小伙子 竟然是顶着39度的高烧上了场 曼朱里奇 4月份比赛的时候 被踩伤和英格兰争决赛名额 那场也是带伤比赛的 但依然尽了决胜一球 在克罗地亚队的相关报道中 我们很少看到天赋 运气这样的词 更多的是XXX 又破了全场跑动记录 那场又驾驶了几分钟 他们真的是靠着顽强不认输的意志 才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克罗地亚的国土面积 只有5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400多万 相当于一个北京朝阳区 1998年是他们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而且还一举拿到了季军 而当时离国内的战火结束才刚刚过去三年的时间 这个在战火中发展起来的南欧小国 足球和网球是他们的第一运动 全民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 也体现在了这届世界杯上 女总统基塔罗维奇 亲自现身决赛看台队队员加油鼓劲 这个自费来的女总统和普通球迷一样 穿上了国家队的球衣 在克罗地亚进球后起身欢呼鼓掌 开心的像个孩子 即便没有人给他撑伞 他也在雨中等到了最后 和球员一一握手送上鼓励 昨天俄罗斯下了暴雨 比赛结束后 有一位克罗地亚球迷 在雨中向过路的人 骄傲地挥舞着国旗 国内的球迷也是 自发聚集在首都萨德勒布举着国旗庆祝 他们真的没有输 在格子军团的战110内 秀有一句克罗地亚文 beautical notion 一位引以为傲 克罗地亚国歌歌词也这么写道 克罗地亚人爱他的祖国 当阳光亲吻他的卧土 当狂风吹刮他的像树 当天堂照走他的所爱 他的行人为克罗地亚大的节拍 我们热爱世界杯 不只是冲着冰冷的数字笔分 更享受一群人带着信念的拼搏和奋斗 这个420万人口的小国 用满腔的热情和冲劲 因而向全世界球迷展示了什么叫体育精神 他们虽败有种 昂首离开 这也是球迷们被他们感动的原因 克罗地亚狂想去 也许不是狂想 事实证明 克罗地亚可以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历史 忍不住说一句 摩迪太帅了 希望下去还能看到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